馬總統後來在結論的時候說 他在未來當選之後 連任之後 要跟公民團體見面 多少個月要見一次面 跟在野黨六個月也要見一次面 馬總統 你如果 在過去三年 在你執政的時候 就跟公民團體 就跟在野黨有一定的溝通 你根本這次選舉就不用把這個拿出來講 這個你打蔡英文打得這麼厲害 還動員特徵組去抓 去查他 想想看 這個選舉政黨之間撕裂會是多嚴重 然後你要說我連任之後要跟在野黨談嗎 有可能嗎 我意思是說 當你打負面選舉的時候 就是在製造台灣的對立的時候 你還要談說 我上台之後 我要開始做什麼台灣共識 我要開始民主溝通 如果你真的是覺得你會當選 而你真的當選以後 你覺得你要改過以前做的事 你就不用打目前這些案子 打這些案子 宇昌案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馬總統就認為 說我要把社會兩極化 我才選得贏 我就是要把對手抹黑 我才選得贏 所以我覺得宋楚瑜後來結論講得很清楚 在台灣參政 真的要弄成這樣子超家滅族嗎 宋楚瑜有這樣的體會 我相信蔡英文有這樣的體會 而且蔡英文也問很清楚 那你政黨法 你要不要去解決黨產的問題 馬總統你應該很清楚 你並沒有把黨產問題解決 當你講蔡英文的時候 你回來看看 你黨產有多窩錯在那裡 所以我一直說 我為什麼講他講 他在講這些援警的時候 我們都在問說 其實這些事情過去四年你都可以做 你選舉的時候也可以做 可是你選舉做的這些事情 過去四年做的這些事情 真的你可以在未來改過嗎 所以我真的認為應該讓他下台 這些事情他是不可能解決的 宇昌案就注定了什麼 馬英九執政以後 我根本就不可能跟民進黨溝通 來 康義成 你給他是一個賊字 來 為什麼 我先讓個人朋友看 這是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當中 他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在深論時 對他人格嚴重抹黑跟侮辱 馬總統說無法接受鄭重宣誓 絕對沒有也永遠不會這樣做 否則他立刻退出總統選舉 在一開始深論的時候 他說若政治追殺 立刻退選 這是在蘋果日報方面 剛剛網路的最新包含No News 也說馬總統在深論前 出人一表發出聲明 指控蔡英文昨天晚上召開記者會 向他進行人格謀殺 強調自己並無蔡英文所指控的 所作所為 更強調如果真有相關事宜 他願意退出選舉 該不該退 來 康義元 你給他是一個賊字 為什麼 給他一個賊字 因為他一開始深論的時候講的就是白策 他說他沒有做政治追殺 誰相信呢 他明明就在做政治的追殺 他說要退出總統的選舉 不用 我們1月14號就讓你落選 我們就讓你下台 所以整個辯論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他講的政見 那不只韓武實施 他每個政見都是挑撇 他還好意思再拿出來講 拿出來炫耀的都是什麼 都是過去民進黨所打下來的政績 所以他的政見都是白賊 他的政績都是去跟 就是剽竊來也是偷來的 不管是政見白賊也好 不管去竊取人家的政績也好 我們台灣的說是差辣嘛 那就是差辣做的事情嘛 所以我給他一個賊字 那我們也看到最後他在 節辯的時候 很遺憾的 講了一大堆 講了一大堆 大家都知道 那個不可能實現了 尤其我們覺得很遺憾的是 他對公民提問的很多問題 他都是講什麼 我回去審慎評估 不然就是說什麼 我回去討論以後再跟你回答 所以終於有一個住宅的理事長 他終於忍不住說 你不要再跟我講 不要再跟我講 要審慎評估了 那他不斷的強調了一些事實 奢侈稅講好多次啊 社會福利政策也講好多次啊 我們發現 他只要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時候 就不斷的重複講他的奢侈稅 不斷的重複講他的福利政策 福利政策不外就是一直加錢 一直加錢一直花錢 他除了講這些以外 他幾乎打不出來 所以我認為他整個全部的內容 都是北纏 來 許理事 馬英九說他如果有政治追殺 他就要退選 沒錯 他如果涉及相關稅 你覺得他該不該退 他該退啦 但是他不會退 就像他當時要選台北市長 講了一百多次 我不選 最後還是選啊 從那個就知道說 他的確有政治追殺 然後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是他說我會退選 你想他會退嗎 國民黨會讓他退嗎 不可能嘛 所以他講了那個政治承諾說 假如我有政治追殺 我就要退選了 這個承諾是空的 馬英九其實我為什麼給他一個此字 我在這裡特別注明一下說 馬無耳無心啊 所以我送他一個此 他人民講的話 他聽了嗎 人民要他 希望趕快來動作來救災 他最後來給你一句說我不是來了嗎 所以大家想一下 他有傾聽人民的聲音嗎 沒有吧 人民聲音 他像馬爾東風過了就算了 馬英九不是常常做了很多事情都做筆記嗎 如果今天他每做的筆記 通通有落實的話 他今天政績不會這樣子 一事無成啊 當時人民給他的一些意見 他去home state的時候 所做的這些筆記 他會去隨便徵收人民的土地嗎 對這些農委會所做的這些事情 他會無感嗎 他會不知道嗎 他會只知道 市值一斤兩塊錢 其他都不知道嗎 不會吧 所以他無心 所以馬英九我覺得 我們有這樣一個總統真的很羞恥 所以我送他一個此 希望他退下來以後 重新去想一想你為什麼會被人民所唾棄 就是因為你無惡無心 所以你要支持 把你的耳朵 把你的心找回來 來 戰良兄你給他一個凹 你是聽出什麼樣的端倪嗎 因為我們看到 蔡英文昨天在辯論會的前夕所召開的記者會 認為宇昌案燒 馬總統躲在幕後 馬總統今天從聲論 一直到交互結論的部分 甚至到結論的部分 都還在追殺所謂的宇昌案 認為蔡英文沒有交代清楚 影射他涉及圖利 包括家族謀取暴力的問題 這中間是怎麼樣 是露了線嗎 真的他就是總警察嗎 該退選嗎 來 鄭隆兄 馬英九如果長期你注意他的發言來說 他是一個在玩弄語意學的人 他所有的 明明我們一兩句話可以講得清楚的 他一定要繞 比如說你是不是台灣人 他一定要繞說他是中國什麼的 然後繞了半天 寫了幾十個字以後 後面寫一個台灣人 所以他一直不肯講很多很多 根本就不敢講清楚 什麼叫政治追殺 這本來就是一個形容詞的東西 他把它解釋成這是一個動詞 所以呢 我當然沒有政治追殺 另外一個 特徵組需要總統下令去指示嗎 白紙黑紙去指示嗎 或者電話去指示嗎 哪裡需要 把黃世民招去 或者是什麼人 或者姓金的 或者誰打電話 不就可以了嗎 哪裡需要指示 這騙三歲小孩 總統的政治的這種權利 他的影響力 哪裡是這個什麼指示 如果這樣的話 陳水扁有什麼罪 二代金融改革裡面 陳水扁有什麼罪 他有指示過什麼東西嗎 白紙黑紙有指示過什麼東西嗎 為什麼要判他十幾年 對不對 所以他睜眼說瞎話 第二個 今天其實是十二項的公民提問 這些提問人 你可以從他們的問題裡面 可以聽到 他們其實是對很多現在的環保也好 民生也好 婦女的婦幼的問題也好 少子化問題也好 各種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也好 其實在問題裡面夾著了很多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是作為一個現任的總統來說 他是很有機會可以去解釋 然後甚至於去辯駁 可是你看從馬英九 他第一個都是提出很多的數據 這個數據呢 宋史瑜說的數據很多都是騙人的 第二個 事實上在這裡邊他躲閃 整個閃閃躲閃 你針對他提問題的時候 人權問題的時候 司法改革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可能在那邊閃 所以他講的很多的話 我最有一個字就是凹嘛 凹是什麼 沒有誠意 這是第一個誠字 第二個 沒有事實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他沒有願景嘛 第四個 根本沒有中心價值的一個人嘛 所以馬英九 他除了有什麼東西是具體的 罵前朝 整對手 這個東西是比較具體的 其他這個人就是一張嘴 來 真正大哥 為什麼你認為他一路掰到底 為什麼 我說他一路掰到底 那就是剛剛宋楚瑜 最後結辯的時候所講的 你用了一大堆的數字 來凸顯你的政績 但是這些數字 不但人民無感 而且人民聽到之後 實在是非常的厭惡 就以你要把台灣的國民所得 要提升到美金三萬塊 當然你是跳票了 你還硬拗說 你至少在世界金融風暴的底下 還守住了讓人民 有兩萬美金的年所得 宋楚瑜問過了 而且他每到一個地方都問 請問大家 在座 你一個月收入有五萬塊嗎 有沒有人舉手 說真的啦 真的沒有啦 這又不是無地放食 不是特別來招他你 你硬要這樣掰 你的數字造假 幹嘛 就是要迷惑選民 要騙取選票 所以對於馬總統 你所謂的人格特質 假如你的人格特質 就是掰 我們還願意把這個政權 再讓你去招他四年嗎 再過來 我舉宇昌案為例 特徵族的發動者是誰 當然是最高檢嘛 當然是檢查總長嘛 檢查總長 我在總統府待過六年 檢查總長是總統提名 經過立法院同意的 檢查總長的責任 幾乎定期都要跟總統做 國內治安的簡報 特別是到了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是一天不只做一次的簡報 你說黃世民沒有跟你馬英九 報告目前沸沸揚揚的宇昌案 你們國民黨的那個打擊團隊 是如何借用造假的資料 來打擊你的選舉的對手 馬總統你可以不知道嗎 你胡掰 你亂掰 你真是瞎掰 再過來 剛剛各位聽眾朋友 你聽到沒有 他說在他任內沒有監聽 沒有監聽嗎 各位的手機包括我們在座 哪一個人沒有被監聽 包括小軍 你的手機沒有被監聽嗎 通通被監聽 監聽的技術還真爛 有的時候一接就斷 有的時候講到一半就沒有聲音 重新再打 哪有聽到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太爛了嘛 現在先進了監聽的技術 根本讓你不知不覺的 你因為監聽太多了 爛到這個程度 拜託 不要瞎掰 再過來 你說你的家人從來不干政 沒有干政嗎 各位 螞蟻籃到處去找黑道 從台灣找到大陸去 這叫做不干政嗎 每逢選舉的時候 你的螞蟻籃就啟動了 來 贏了兩個寶貝的女兒 所服務的公司 蔡國強 然後來搶標 國家的很多重大的標案 我不管蔡國強 在所謂爆破方面的專家 她是世界一流 但是你能夠迴避 你兩個女兒在你的任職 來去搶標國家的標案嗎 你說你的家人都沒有干政 再過來 剛剛十二大民間社團的質問 我只舉一個 不要再用太多時間 那位所謂的羊乳們 白米炸彈客 羊乳們 居然問了很奇怪的問題 說 我建議你們 三個總統候選人 當選之後 你們願不願意在總統府的前面 大家來種菜 種有機蔬菜 然後提供當地的學同來做營養午餐 對不起 宋楚瑜很坦然的說 那個執行上有困難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我們馬總統怎麼說 馬總統說 這個問題 這個意見非常的寶貴 有創意 我會請我的教育部 好好地來研究 跟農委會好好地研究 總統府前面來種個菜 來符合你剛剛這個好的創意 我的靠 你看那個總統府前面有多少土地 現在唯一沒有鋪上波油 沒有鋪上水泥的 只剩下前面種了很多 種了一些台灣的國寶級的樹 台灣的油山 那是真正是所有日本人來到總統府 要看就是看他們台灣總督府時代 所種的那個台灣土生土種 土種的那個油山 把它拔掉嗎 把它撒白菜嗎 馬總統不要糟蹋了 為了選票 你連楊汝門都要騙 楊汝門你曉得被國家這樣關了幾年 出來之後人家很敬重他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夠坦白 一個人如果老是瞎掰 這個人你會放心嗎 不要讓他再糟蹋台灣四年吧 馬總統說如果他有指示 或者是從事相關宇昌案的 那麼涉案的相關內容的話 他願意退出總統大選 你覺得他該不該退 這一場兩個又半小時的辯論會 所以到底